這隻已經非常要命了 讓人抓狂 讓人洋巔峰發作的八爪生物呢 現在竟然進化 長出了更多隻的角 牠是 哈囉Ladies 神圈 泰克羅斯 比哥 歡迎收看 今天來介紹神童廣大的網友 能夠幾乎解決你所有問題的網友的那一種 丟什麼問題上來 都能夠找到解答 就像是這張圖 來 各位 你看一下圖中的這隻生物 你知道牠是什麼動物嗎 發現很多人此時頭上充滿了爛套 有些人可能開始亂猜了 什麼啊 什麼啊 兔子 是嗎 野兔啊 貓狗之類的 呵呵 猜貓狗的這真的是在逛 但牠是天竺鼠 網友解答得非常厲害 不只說說牠是天竺鼠 而且是巴塔哥尼亞天竺鼠 媽我查了一下 還真是巴塔哥尼亞是竺鼠 但各位可能不知道 這種天竺鼠看起來還超像兔子的 只是牠的腳好長 哇 真是超奇怪的 別以為牠是短腿弟 實際人家是長腿歐巴你知不知道 你還在蹲下吧 你蹲下比較可愛你知道嗎 你不要站起來了 再來 看到這一張圖 各位你明白牠是什麼意思嗎 為什麼這個圖片當中要進 鳥跟樹勒 是不能在這個大戰當中 六鳥 或是漏鳥嗎 呵呵呵 還說不可以讓鳥吃這個樹 還說不可以在樹上養鳥 我跟各位說 當你滿頭問號的時候 神人已經出來了 神人解答 這是拒絕鞍唇和無花果樹的貼紙 並且這張貼紙還是1992年的選舉貼紙 哇 太厲害了吧 墨金哥雖然說看到了答案 但是我也覺得這個答案又產生出更多的問題 為什麼這個選舉貼紙上面 要有無花果樹跟鞍唇呢 為什麼要禁止他們呢 當我打出了問題 嘗試用相關的知識做搜索的時候 我覺得這應該是國外的選舉貼紙 因為我用中文去查 他拿來的幾乎查不到資料 呵呵呵呵 非常有神粉絲神觀眾可以留言 讓墨金哥知道 為什麼要禁止他們呢 為什麼這個選舉貼紙上面要有他們呢 像墨金哥也是這樣子遇到 神通廣大的粉絲 我期待啦 期待能看到解答 再來還有這張圖 我現在這個圖片丟出來 這個問題丟出來 相關考試考滿分的 大概也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鬼東西 他是 歐洲紅闊魚 並且呢 他們還正在 嘿嘿嘿嘿 做壞壞的事情 再來開始要有點驚悚了 有人丟出了問題啊 然後並且附上了一張圖 我們先看圖片 當中有大概五個小圈圈是吧 好啦 那他伴隨而來的問題是 他的女朋友在晚餐當中啊 吃吃吃 欸 他看到了這個東東 他覺得很奇怪 於是就把他特別挑起來 拍了這張照片 然後並且他就問了 這個小小東東啊 他是什麼東西 哇 跟你說啊 這個問題不丟出來還好 哇 一丟出來 聽到答案 看到答案 我相信他都要崩潰了 網友神解答 這是 昆蟲所產的卵 哦 耶 哈哈 直接吃掉滿滿的蛋白質 我相信他看到這個晚餐之後呢 不是我相信他看到這個答案之後呢 他大概把他的晚餐全部吐回來了吧 硬不壞了 還有這張圖 這圖片的問題是 他在宿舍的浴室看到了這個 很奇怪的黑色痕跡 這什麼鬼啊 看起來像裂掉 又不像裂掉 這裂的痕跡未免太大了吧 這是怎樣 房子是整個垮掉了是不是 這是遇到幾級地震了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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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地震 也不是一般的裂痕 這是 白蚁侵蝕的痕跡 哇 這白蚁太強了吧 更噁的還在後頭 來各位請你看這張圖 喔我光是看到圖 我就開始有點不舒服了 你知道這圖片當中的是什麼東西嗎 我猛一看呢 覺得有點像水餃 或者是跟餃之類有關的東西 那各位你覺得呢 請各位發揮你的想像力 5秒鐘的時間 留個言 讓默金哥笑一下吧 我想看看到底有哪一些奇怪的答案 好 時間到 我們謎題揭曉 答案是 石 蛇 蟲 光聽名字 就準備 HING起來了 不知道什麼是HING的 在這部影片底下發問 什麼是HING 我相信應該會有神通廣大的 默金哥的鐵粉 會告訴你 這石蛇蟲啊 難不成真的是要把蛇頭給吃掉蟲 或者吃蛇頭的蟲 我跟你說 他還真是 只是啊 他不是直接把你的蛇頭給吃掉 他呢 會吸在魚的蛇根上 吸取蛇頭上面的血液 然後呢 吸取當中的養分 就像是寄生蟲那樣 好 餓啊 想像一隻魚 還是一個蟲啊 吸在你的蛇頭根部 哇 當你吃飯的時候呢 就跟著他一起在那邊 吃啊吃啊吃的 你吃食物 他吃你血液當中的養分 一起吃 一人補給 兩人享受 哇多棒 那更恐怖的是啊 這個蟲寄生久了之後呢 魚的蛇頭啊 會萎縮 最後呢 魚的蛇頭 竟然就被這個石蛇蟲給取代了 看一下這張圖片 哇 這隻蟲還真大隻 不曉得它到底是吸了多久 媽斗法科好噁 那它是怎樣寄生的呢 我們就看一下這張圖 看到圖片當中 這一隻魚 跟這一隻寄生蟲了沒 說實在 我覺得這隻寄生蟲 在圖片當中 還算蠻可愛的 哈 那這種石蛇蟲還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地方 它是 目前一隻 唯一可以完全取代 宿主器官的一種寄生蟲 它最後啊 會完全把 魚的蛇頭 給 替換掉 這隻魚最後面 沒了原本自己的蛇頭 但是呢 它就可以正常的使用 這一隻 石蛇蟲當作它的 蛇頭 非常厲害啊 我們想像一下 你的蛇頭 今天變成一隻蟲 而且你可以自由的伸縮 然後自由的使用 這是什麼樣子的畫面 什麼樣子的感覺 可怕 就算可以用 我也不要 我好自己把它給切了 我也不要蛇頭 咱們來介紹一個更猛更猛更猛的 墨鏡要警告各位 接下來是重口味的部分 你不想看重口味的 請你 只聽聲音不要看螢幕 或者是直接離開了啊 來各位 你看一下這張圖 你知道 這是什麼東西嗎 PO出這張圖片的網友啊 他的問題是 他立下看到這個 奇怪的白色的東西 他覺得很可怕 他非常想要知道是什麼東西 那各位 你覺得 這是什麼東西呢 10秒鐘的時間 先思考 加留言 開始 好 未看先猜 我也看不到你們答案嗎 我肯定看不到你們答案 我先猜 應該會有人說那些什麼 香菇 什麼菌類 還是什麼 掌了腳的高爾夫球 還是有人抓出來 那個三點水 加一個膠的東西 他把它打到了這個天花板上面 才會變這樣子 屁啦 我跟你說 通通都 不是 他是 被真菌 影響了 的蜘蛛 哇 噁爛 真的是 有夠噁爛 實際上這張圖片呢 還算還好的 你知道嗎 還有更猛的圖片啊 這邊墨菊 再次的警告大家 接下來會有圖片出現 我希望 那個沒有做好心理準備的人 不要看 好 準備 3 2 1 看 這一隻 已經非常要命 讓人抓狂 讓人陽顛風發作的八爪生物呢 現在竟然進化 長出了更多隻的腳 如果要說他是外星生物 我一點都不覺得壓抑 這根本是了吧 圖片當中呢 這是一隻狼豬 這一隻外星狼豬 變體狼豬 異形狼豬 他長出的這些額外白色的腳 其實是真菌 這種真菌呢 他的名字叫蟲草 各位是不是想到了東蟲夏巢 我跟你說 他跟東蟲夏巢呢 是同屬的 他們專門寄生在 截肢動物體內 他們會以菌絲 取代宿主的組織或器官 OMG 想像一下 今天的手呢 被這個真菌給取代 現在突然變成這樣 一根粗壯 歪七牛八的白色條狀物 你會不會精神崩潰 那這些截肢動物在被寄生時 就忍受這樣的崩潰感 更要命更恐怖的是 這種真菌呢 他就像是邪靈一樣 他附身在這個宿主身上之後 他開始會慢慢慢慢的 控制這個宿主 驚吞蠶食他的一切 有許多的觀察發現 這些宿主被他寄生之後 最後面都會掛掉 那這個掛掉的原因呢 或者是這個寄生蟲 是如何最後面奪走這個宿主他的生命的呢 目前還是一個問號 但常常可以發現 這些宿主在掛掉之前呢 會進行一些反常的動作 像是跑到一些奇怪的地方去 或者是跟自己原本的行為呢 有很大的不同 最後面科學要驚訝的發現 這些被控制被寄生的宿主 最後面到的地方 竟然都是真菌適合生長的環境 在他們掛掉之前呢 他們保有著自己的一點意識 但是卻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了 他們行駛走肉 最後面被這個真菌一步一步的控制 就是走到適合真菌生長的這個地方 哇 太恐怖了 自然界隱命竟然有這麼恐怖的事情 沒想到殭屍竟然是真的 這開始讓墨金哥好奇一個問題 以前總是有很多的殭屍傳說 甚至很多的殭屍電影就這樣被拍了出來 雖然說在科學的答案上面 這很可能其實只是一個傳說 但會不會其實在一些消息比較不靈通的地方 在那以前還真有這種事情的發生 而不被外人所知道呢 會不會其實真的也是出現了一種寄生蟲啊 或是那個什麼 波伊恩四聲 德無二聲的那個鬼東西出現 然後他們可以讓我們這些有機體啊 就算沒了什麼人一樣可以動起來 而不會跟著我們的宿主掛掉之後呢 一起就這樣子死絕了 他們是不是一樣可以支配著我們的神經網路系統 然後控制著我們呢 會不會殭屍其實就是這樣子來的呢 這當然只是墨金哥的一個想像啦 那祝福慈禮還不是只有蜘蛛啊 墨加要考慮改天再拍一集 跟這個真群有關的題材好了 我發現這很值得繼續深入的講下去啊 那我們今天影片先到這邊 還有更多神奇的厲害的網友 要等著讓大家大開眼界 好吧今天就先到這邊吧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按讚 下面影片再收到通知我留言 喜歡這支影片請按個讚 影片分享給我朋友 然後再看看我的頻道 我喜歡我的頻道 每個人都再見到 See you tomorrow Bye Bye i need you 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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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